为了揭露中共政权残暴镇压大陆民主运动的真相 美国首屈一指的洛杉矶时报 破天荒地以中文出版了一份特刊 忠实客观地报道了大陆的审判 并且免费提供给所有旅居在美国西岸的华人 发行量达到150万份 位居全美第四大报的洛杉矶时报 忽然破天荒地用中文出版了一份特刊 并且还不计成本的免费赠送 任何人只要有兴趣都可以在全加州各地 中国人集中的地区拿到一份 这份长达12页的特刊 标题叫做1989年的中国 一场粉碎的梦 内容不用猜也知道 是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详尽报道 洛杉矶时报副总编辑泰瑞斯华卓表示 该报在北京学运的整个过程中 总共动员了28位记者和编辑 将事件的起因经过和发展 做了自认是最客观真实的分析报道 而在加州居住的中国人 有很多不大看英文报纸 所以洛杉矶时报 干脆把它翻译成中文 广泛正月 非常的好 我觉得它很客观 但是也有人对这份特刊的内容 并不是那么满意 例如在第二页 该刊点名指出 中共主张强硬政策的核心分子 竟然将赵紫阳也包裹了进去 由此可见 外国人对中国的事情做分析评断 无论自认是多么客观公正 都难免有看走眼的时候 以上是台式记者软文间 张茂山机会您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